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次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今早 陳茂波就出席了財政預算案電台連播節目 在節目裡面 有部份的聽眾就打了上去剷陳茂波 就說他是不食人間煙火 以及他派發電子消費券這個措施是離地的 另外 陳茂波也為他增加股票印花稅的決定 來辯解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陳茂波在節目中有被問及 為何去年你決定要派錢 今年就改為派電子消費券 陳茂波就作了這個辯解 他說經濟環境差 中小企就很傷 最好可以令到中小企有生意 去年派發現金的時候 都有市民質疑為何不去派消費券 陳茂波就強調 他是有聽取和跟進的意見 實際上去年你派錢的時候 沒有什麼市民反對派錢 要求你派這個消費券 我記得的就是去年有誰叫你派消費券 那個就是葉劉 原來你就聽取了這些人的意見 你就聽葉劉之流的建議 所以你就派電子消費券不派錢 過去一整年都不知道有多少市民要求你回水 甚至乎回水的額度不僅是說一萬元 是說兩萬元也有 為什麼你不聽得到那些市民的意見 你就聽得到叫你派消費券的意見 這些根本上就是荒謬到極 根本上就是找來講的 還有就算你現在派消費券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必須要配合派錢才是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陳茂波就說 派發五千元消費券這個措施 是會對本港的經濟有百分之零點七的提振作用 如果你的目的真是為了刺激消費 帶動內需的話 根本上你就很應該去派錢 就算你要派這個消費券 你也應該配合派錢一起去做 所以我為什麼常說你特區政府 在派錢或者是做這些派的措施的時候 要學習澳門政府就是這個意思 人家派電子消費券的時候 就是配合現金分享計劃 有多一萬元給他去花 那他才捨得去用那塊錢 你現在派這個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你就已經要分五個月派 每個月只有1000元 還要越來越清就不能累積 那些市民就是會慎著用 花完那一千元他不會額外再花錢 因為這1000元其實可以做什麼 他最多可能去超市買菜 或者去吃飯的時候用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用途也不是很多 因為有很多商戶 其實就不收這個 八達通 不收payme 或者不收支付寶 諸如此類這些電子支付的功能 很多都是很原始的 你有沒有去街市買菜 陳茂波豈有此理 所以你說要提振的消費 你每個月派得1000元那麼大把 他就花了去柴米油鹽醬醋茶 就不像你陳茂波那麼大上頭 他就說 生活比較傑據的市民 就會用這筆錢 來減輕開支 有能力的市民就會花費更多 你每個月派得1000元 根本上就是杯水車身 有能力的人都不會花更多 所以那些人會慢慢看著錢來撕就算了 我相信到最後的效果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這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是一炮過這樣發放的話 那些市民都有機會 買一些比較貴重的東西 如果好像你這樣 每個月派1000元連派5個月 要越來越清沒得累積的話 他肯定不會買貴重的東西 市民有多少市民會因為 你每個月派這1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是會刺激得到他買一件10000元的產品 不會說完全沒有 會很少 所以我就很懷疑 他說能夠提振得到經濟 是會有多大的效果 另外 有些市民又批評陳茂波是離地 就不了解到基層的生活 那個聽眾就說自己平日只會去街市買菜 而他去開那三個街市 有兩個都沒有安裝到這些電子支付功能 他就認為這些電子消費券是不可行的 他又說自己是失業 只是買那些10元三份的菜 希望陳茂波會了解一下基層人士怎樣生活 另一位聽眾就打上去慘了陳茂波 說他 就是鼓勵市民用消費券 做日常生活以外的消費 是離地 認為陳茂波是不食人間煙火 當然陳茂波就有很多辯解 他就說防疫抗疫基金有資助街市商戶 安裝電子支付功能 其實這隻陳茂波就根本上是不會去街市買菜的一個人 他真是很離地 為什麼街市商戶 不願意安裝這些電子支付功能 八達通機也是電子支付的一種 為什麼商戶不願意安裝 就算八達通機這麼簡單都不安裝 就是因為安裝這部機本身要有皮肺 當然這些錢都是有限錢 但是當他投入使用的時候 條數就很容易 因為每次交易 交易額的1.5% 就會落入了八達通的手上 做這個手續費 小數就怕長計 人家去買10元菜的時候 就會變了有一毫半 就給了八達通 一百元就過半 一萬元的時候就會百五元 問題就是 你這個做商戶的 營收就不會做得一萬元 一個月做一萬元生意就可以了 比如說他流轉額是一百萬兩百萬的時候 那一百萬的百分之1.5 就在說一萬五元 兩百萬的 就在說三皮 那條數是很金的 那些商戶怎麼會願意安裝這些死人機才行 他寧願收你那些神沙 有什麼所謂 如果一間街市商戶 他是口碑好的 而且他又勤力 一個月做一百萬生意額 他就已經可以省皮半夜的手續費 他怎麼會願意安裝才行 而且安裝這些電子支付的東西 基本上那塊錢就是無所遁形 一定就是要報稅的 因為那些是屬於收入的一部分 當然報稅的時候你要減回那些支出 但是那個收入 你就已經表露了出來 你不能去隱瞞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街市商戶 他不願意安裝這些機 他不是說不願意與時並進 而是他安裝了這些機 是會對他的利益受損的 他當然是不願意 你一個半個人 沒有八達通不願意買東西 你就不要買 沒有所謂的 他就不做你生意 但是來說你說去 派這些電子消費券 你可以支付寶或者其他東西 但是八達通也行 問題就是 八達通你最後可能就是益了那些超市 有沒有商戶 做街市的人 會為了特地收你這些電子消費券 而裝那部機 分分鐘他算過度過 是得不償失的 他都不會裝的 陳茂波 你要理解得到 那些做小生意的人 其實他都有很多顧慮的 賺錢又不是多 那個生意額交易額大也沒用的 他買貨回來也是要錢的 交租要錢 人工也要錢 燈油火納也要錢 是不是 你陳茂波沒有做過生意 你只是做會計 可能劏房他就會厲害一點 好了他又說到 說推出這個電子消費券的時候要有計劃的周詳 一方面就不應該行得太死 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濫用 其實這些也是廢的 為什麼 你派得給別人理得他怎樣用才行 我知道有些網民已經在說 你派這些電子消費券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套現 都有這些人 你搞得那些市民是很慘的 人家是想要錢 你又不給錢他你派這些東西給他 派這些東西其實我從頭到尾都覺得是沒問題 但是你要配合派錢去派 所以有些貿易不要走來留言 又質問我為什麼支持派這個電子消費券 我沒有只是支持他派這個東西 我支持特區政府有多少樣就派多少樣 如果你只要在那麼多樣選一樣出來派的話 你最好就是派錢 這個我一向的立場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既然派得電子消費券的時候你可以派錢 這些東西永遠不是二減一三減一十減一的 十減十都可以的 你看澳門政府就是這樣 我都說過百幾二百次 不過最好笑都是有些人過來留言 好話我去讚別人派錢派得好 人家派錢派得好你也不讚 難道人家派錢派得好你又去罵 那你的節目有什麼意義 一美做百壇齋主不斷罵不斷罵不斷罵 為之好聽 為之政治正確 不好意思我勸這些人要轉台 你不要聽我這個節目 做得好的東西我會讚的 做得不好的東西你就要談 這個就是我做節目的原則 我就不會委屈求全 走去為了討好這幫人 而改變我自己 不好意思 不適合的那些字 自己不要聽算了 不用整天留言 這樣就質疑我這個 質疑什麼呢 是不是 人家事實上是派得好 你又派得壞 陳茂波 真的 另外在這個節目裡面 有些聽眾 又是很愚蠢的 他就問特區政府 去派這些電子消費券 會不會帶動通脹 令到百物騰貴 我心想這些人 你幫助自己不夠錢 就好了 派這些電子消費券 五千元還要分五個月 你又怕他帶動通脹 我告訴你 這些人是愚蠢的 以前 每一次討論特區政府 應不應該派錢的時候 都有這些扮理性的盲毛 這些盲毛就是信了什麼 公共理財的原則 現在還有什麼原則可言 是不是 麻煩這些人活在當下 就算他不派這個電子消費券 或者不派錢 一樣是會有通脹 為什麼會有通脹 全球那麼多國家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無限量寬 無限QE 不斷印銀子 幾個trillion這樣印 有什麼可能你會是不通脹才行 尤其是香港和美國就是有個聯繪 你是必然會通脹的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 他有多少錢的時候 就會選一些資產來避險 就是因為如果他純粹拿著那些銀子的時候 今天的一萬元 明天的一萬元 後日的一萬元 和下年的一萬元 購買力就已經不同了 這些盲毛 麻煩自己想想 你三十年前的時候拿著一萬元是很多的東西 如果你三十年前拿著一萬元放在餅罐那裡 一直存到今天 這塊錢就已經是完全貶值 所以麻煩這些人用一下腦 其實現在都少了 這些無謂人 不過還有我就猜不到 所以我拿出來講一下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十年八年前 凡親討論應不應該派錢的時候 當然有那些人走出來做衛道之士 就說他這樣派了他不太好 特區政府應該留點錢來蓄公屋 蓄醫院 蓄什麼蓄什麼蓄 蓄什麼蓄什麼蓄 就算他真的要蓄這些東西 也不代表他不可以額外背一塊錢出來派 一個政府是可以做很多的功能 不是同時做得一樣的功能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這些argument可以說到2021年都還有人說 然後我們再看看陳茂波為了 加股票引花稅來辯解 他有很多東西說 他就說 過去幾年全球的投資者 在大陸市場的資產配置量大幅增加 歷史潮流不可抗拒 他又認為大陸以外的市場 並不是香港的直接競爭者 相信本港市場是可以隨時自由進出 而且闊度和深度都很廣 本身是有競爭力 你現在就肯是可以說很多這樣的說話 因為特朗普是連任不了 現在拜登上任之後 他就沒有繼續推動這個金融脫鉤 所以你就可以說得那麼大聲 還有昨天張華峰 對陳茂波作出了很猛烈的批評 又說他殺雞取卵 諸如此類 陳茂波的回應是沒有直接回應的 他純粹強調 買股票的人是想賺錢多過想成本的 發展金融市場就不是靠鬥便宜 而是要切發搞活的市場 爭取更多生意 那你爭取到多少生意呢 不如你自己去公開一下 分析一下 到底現在在香港市場的錢 是北水多還是外資多 你一拆數 根本上就已經很清楚 你特區政府說這個數字 究竟是哪樣東西多一點 陳茂波說要爭取更多生意 那你爭取了那些生意是來自哪裏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